无法登录您的Microsoft账户或重置密码 如果您尚未设置两部验证,请按照以下步骤找回 转到AKA MS Account Recovery 输入您要找回的账户 请注意,如果您超过一年没有登录账户 与该账户绑定的电子邮件和文件将无法找回 不活动的账户将在两年后过期 输入您有权访问的电子邮件地址 然后输入CAPTCHA 选择下一步 我们会将代码发送到您提供的电子邮件中 输入代码 然后选择验证 然后输入您的信息以帮助验证您的身份 下面的一些提示可帮助您重新找回自己的账户 第一,在开始之前收集有关您账户的信息 这是指Outlook或Hotmail账户的联系人和确切主题型 Xbox账户的控制台硬件ID 或者Skype账户的Skype ID和联系人名称之类的内容 第二,考虑创建或最后一次使用账户的时间 您的信息可能会反映出这一点 第三,从熟悉的设备和位置回答这些问题 第四,尽可能多地输入信息 可以猜测 错误答案不会有负面影响 回答完之后 选择下一步 您的信息已提交 我们通常会在24小时内回复 如果获得批准 您将获得一个重置密码的链接 如果您的请求未获批准 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您 您可以再次尝试找回账户每天最多两次 您可能会记住一些 有助于您验证自己身份的信息 请注意 为确保您账户的安全 Microsoft不会帮助您访问或找回账户 但是在您重新登录之前 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访问您的账户 您的信息将始终安全 如果最终无法找回您的账户 则可以在countmicrosoft.com上 创建一个新账户 是否需要更多帮助 转到supportmicrosoft.com account